油脂 油脂其實最主要的功能 是在提供地虛脂肪酸 去幫助身體裡面荷爾蒙的形成 跟我們整個身體肌能代謝都有關係 我們一天油脂的攝取量 建議在總熱量的25以下是比較好的 一般比較健康的方式 取向是油醋醬的概念 就是說你用適量的油脂 搭配一些比較美味果醋類的食材 讓你的沙拉變得更加的可口 一般人會用優格加果醬 其實我們可以把果醬的量減半 然後適度的加一些些油脂的部分 也可以增加食物的營養 像橄欖油它對於心血管疾病 預防就有幫助 南瓜籽油裡面還有非常豐富的心 跟南瓜籽素 對於男性攝護腺肥大有幫助 葉劍草油的話 對女性精前症候群的保健也有幫助 兩麻人油它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發生 同時呢它可以幫助腦部的發育 像小朋友或老人家 也可以選擇用葉劍草油來保養 將橄欖油 百香果醬 意大利黑醋 將調味料油醋打勻 靜置稍微15分鐘 南瓜蒸半熟 切片煎熟 酪梨切丁 番茄剖拌備用 魚魚橄欖我們取葉去梗 取平底鍋加入少許橄欖油 放入魚魚橄欖快速拌炒後關火 最後我們加入 酪梨丁番茄其南瓜片 少許的玫瑰鹽其黑胡椒粒 輕輕的混合拌勻裝盤 最後我們擺上芽菜 淋上油醋 最後灑上新人片即可